昨天我们为您报道过 彰化诗坛乡民代表刘雪梅 珍藏一坛浸泡十多年的药酒 但是他最近发现说呢 这个药酒里头的海马海龙还有隔界 韧性十足 怀疑说这根本就是塑胶做的 是假的 消息一出呢 是惊动了台中中药同业工会 一行人紧急前往苗栗香带家中 要来确认真味 还当场切割这些药材 最终发现啊 这些浸泡了十多年的药材 全部都是真的 因为泡太久出现了钙化 案情大逆转 也还给了这个海马海龙一个清白 双手使劲把隔界用力拉 怎样就是扯不断 两只海马丢到地上会回弹 甚至用火烧 冒烟还发出烧塑胶的恶臭味 珍贵药材泡酒泡了十多年 不败之声被怀疑全是塑胶做的假货 没想到案情大逆转 台中中药同业工会 亲自解剖切割 确认他们都是无辜的 这个纤维质都还在 还有那个 它肚子里面都还在 你是假的塑胶的 不会这样子 苗栗县市场乡民代表 刘雪梅十多年前花了八千块 在台中港附近摊商 买了一包十全大补药材 回来浸泡米酒 当成调味用药酒 最近把药材拿出来 其中的海马海龙和隔界 实在太像塑胶制品 因此一度误认是假货 流性香带一度庆幸 全家喝了十多年的药酒 身体都没出现异样 没想到最后确定 大补药材都是真货 心情像是洗了三温暖 现在误会澄清 真相大白 下回买中药材 务必选择合法的中药房 确保安全 简张心结 苗栗 参不倒 放在冰冷冻